水泥也在台灣西部即將捲土重來 新竹縣關西鎮是第一個申請開發的鄉鎮 紀律山礦場上個月申請辦理環評 4號號稱開採面積最龐大 黎馬五都地方最近的亞洲水泥採礦案也提出環評 當地居民表示過去雅泥榨山採礦50年來 造成地表均裂 土石崩塌 還有地下水污染 多項問題都還沒有解決重新開採 恐怕造成環境更加惡化 雅泥呵成關心過我們的居民 當年石頭炸到我們家 答應幫我們居民保險健康檢查 空氣污染 做了哪一些 所以雅泥從頭到尾在說謊 他把堆成大概有百來公尺的山 那我們有對於那個地方的山 會有崩塌的危險 這也是我們最憂慮的部分 然後他們的採礦發生的噪音 或者水體的污染在地方上都是很嚴重的 環團也批評雅泥將開發案一切為三 預定開採位置與羅慶人 羅慶江等兩岸的礦場基地 將連零距離 不僅礦石統一運送到雅泥橫山水泥場炼製 連運輸機具也都採用同一組設備 實際上就是一個大礦場 業者卻巧妙分割三案做環評 各自送審 企圖降低在環評中對環境的影響 這三個礦場其實就是一個實質上的大礦場 他對當地環境的衝擊 還有對當地居民健康還有生命財產的威脅都不應該被切割計算 我們認為這應該把所有的案子合併在一起審查 而且是與法有據 這是第一個訴求 要求這三個案子一定要以環評法第15條來合併評估 合併進行審查 蠻野新族生態協會律師謝茂宇指出 水泥也是一項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 製成中會產生大量的空氣污染物 對當地環境影響極大 而且國內水泥常年功過於求 呼籲政府要對西部採礦進行審慎的政策環評 在完成前庭審所有採礦案 記者亞外百號台北市採訪報導